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编动 韩服这一次的七周年魔剑式改版 已经确定会推出这所谓的经验合并的活动 在这个网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边也有提到说 这一次的经验值合并 一样会损耗掉一些经验值 台服玩家来讲可能比较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办过很多次的经验合并活动 都是透过成长护照免费让我们去拿100%的经验合并 对吧 所以现在还是很多玩家希望说 在台服可以看到这种活动 但是台版的差距目前已经来到了两个礼拜 所以台版基本上已经很难再回到以前说 可以有这么特别于韩满的活动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还在缅怀过去 可以用这100%的经验合并票券 而且是台湾专属的 这个可能就真的是有一点难度 所以也就是说台韩版现在的活动 基本上韩版怎么做 台版也就会怎么做 顶多差别就是差在 譬如说7周年的活动 有哪些是专属于7周年的 平常的活动有哪些是专属于平常的 可能就是会这样子来做一些调配 但不过经验合并这件事情 还是很多人期待的 毕竟现在很多人的账号里面 都有很多的80级甚至85级 或者是更高阶的角色 他们已经等待很久 想要把这个角色把它合并在一起 拿到更多奖励 或者是把这个角色变得更强 所以经验合并这个活动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都怎么做的 那会特别跟大家分享 这个其中原因就是因为 以前的经验合并 顶多顶多 就到90级上线了 如果说要再上去的话 以前的经验合并是不行 可是这个有没有机会去突破 我们直接用以前的经验合并活动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最早期的经验合并 我们有抓得非常细 但是2019年就已经有这个经验合并活动 但那时候的经验合并最高 是可以到80级0% 可是这一次之后 再来我们看到 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经验合并的活动 最高等级 就已经可以达到90级了 也就是说了 21年到24年目前为止 经验合并都没有超过90级 那么现在已经很多玩家 都已经达到90级以上了 甚至都已经在89 你随便再合一只角色 可能都会超过90级 所以以现在来讲 也就是说韩服他们 其实是好几年 才会有一次的经验合并 那上一次是去年 相隔了一年之后 再推出这个经验值合并 他们的区间是非常非常长 如果说今年还是最高 合并到90级的话 那应该很多玩家会兴趣缺缺 那大家就好奇 有没有可能突破 当然是有可能的 除了我们刚刚这个讲的之外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前曾经有一次 卖过这样子的这个方案 就是说他把他的经验值 合并方案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一般的合并方案 另一种是高级的合并方案 那时候一般的合并方案 是1000蓝赚 但是你可以合得这个等级 最高最高就是到85级 但如果你买的是 高级的经验合并方案的话 那时候就是最高 可以无限制 虽然说是无限制 但是这篇文章 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的 也就是说 那时候的等级 肯定是不会太高 虽然说他写的是无限制 但是基本上 那时候合完之后 可能顶多了不起89级 或者是90级这个门槛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既然官方曾经推出这样的活动 那也表示说 未来或者是说这一次的改版 也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方式 像这两个来讲 如果是一般的方案的话 它是1000赚 高级的方案的话 它是44个带子 那这个换算起来 那就是3000赚左右 所以我们回过来讲 这次的经验合并 虽然说它还是会有损耗 包括以前来讲 它们也都是会损耗20%的这个经验值 那么这一次来说 它可能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 但是合并之后的等级 它有可能 就会在这一次来做一个突破 好那这个活动 在下个礼拜就会正式公布了 到时候详细资讯的时候 这个90级的限制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改版里面 会再突破 那回想一下 上一次经验合并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狂战士 去年开版的 这个狂战士那时候 我们会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这影片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不错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是编导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